好 接著我們就要開始介紹第一類槓桿 第二類槓桿 第三類槓桿 你不需要背 什麼叫第一類 什麼叫第二類 什麼叫第三類 你只要我告訴你 我長成這樣子 你可以告訴我他是省力還是背力就可以了 OK 這叫做第一類槓桿 支點放在中間的 支點在中間的 支點在中間的時候 這時候沒有辦法確定 到底施力必大還是抗力必大 所以他不一定會省失 也不一定會省力 他都有可能的 所以這種叫做花木檢 誰大 施力必大 他為了看這個幹嘛 他可以省力 因為呢 支葉很 數字很硬嘛 抗力很大 所以我需要怎樣 省力嘛 OK 這叫做縫刃的 縫刃的 裁縫的 剪刀的剪刀 布不會很重啊 布不會很硬啊 所以不需要太省力啊 可是我需要一剪就剪最長條啊 我可以省失嘛 所以這個抗力必大 這叫做 費力還是會 省失嘛 大家剛剛講過一盤剪刀呢 一盤剪刀既不省時又不省力 但是呢 可以使用方便嘛 所以這個剪刀在看它怎麼 剪刀看它是什麼樣的剪刀 剪花木的剪刀 還是那個柴桶的剪刀 或者是那個剪頭髮的剪刀 那才知道它是省力 還是費力 這個不一定 還有銀鏡 這個是支點在壓下去的地方 皮蓋那邊是胖力 手一方是施力 看起來誰大 施力必大 它因為施力必大 所以如何 施力必大會省力 所以它是一個省力的工具 施力會比較小 所以它是一個省力 我們叫做所謂的 這就是開瓶器的 開瓶器的狀況 那這個就稱之為所謂的第二類槓桿 第二類槓桿 施在中間 抗力在中間 抗力在中間 第二類槓桿 像這圖上可以顯示的 抗力在中間 那它就會怎樣 因為施力必一定比抗力大 所以它一定會如何 一定會省力 但是一定會費息 一定會費息 這叫做第二類槓 叫做第二類槓 OK 第二類槓就是 怎麼樣這樣子 好 那 還有一種呢 一種剪刀 好 那個最旁邊的叫做支點 手壓的地方叫施力 指導的地方叫做抗力 那這樣的話 施力力會比較小 施力力會比抗力力來的小 那它就會多了 一定會費力 但是它會怎樣 省時啊 你手壓一點點 它可以剪出一大塊 那一大塊 所以它是個費力的工具 這種就稱之為所謂的第三類槓桿 誰在中間 施力在中間 施力在中間 然後第三類槓桿 這個時候施力力一定比較小 抗力力一定比較大 所以它就是所謂的費力但是會省時的工具 剛剛跟你說過了 像你看在上面讀上這個 夾麵包的那個 麵包的地方是抗力 手壓的地方叫做施力 尾巴的地方叫做支點 所以叫做費力 拿麵包費點力應該沒關係啦 我就可以省時啊 可以省時間嘛 手指要壓一點點 那個才就會張開很大 就會變小 OK 好 我說了 你不需要被誰是第一類 什麼是第一類 什麼是第二類 什麼是第三類 是我告訴你 我長成這個樣子 你知道它會省力還是費力就可以了 但是也不需要算 OK 可以嗎 可以 停車站接問 這個是大家的傳說 阿基米德說 只要給我個戰略地方 給我個支撐點 還有夠長的木頭 它可以把地球舉起來 它這樣說有道理嗎 用槓桿原理說 是有道理的 因為你只要施力力夠長 你就可以夠省力嘛 你就可以把很重的東西給它舉起來 所以理論上是可行的 但實際上不可能做到 為什麼實際上不可能耶 因為地球質量這麼大 我假設是6乘以10的24公斤 我假設你可以舉起100公斤的東西 就表示它的利弊比要多少 6乘以10的22公斤比1嘛 OK 二乘以10的22公斤 好 然後這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剛剛講過 你拉一個距離 然後上上去對不對 這兩個叫做相似三角形 相似三角形 比例是會很一樣的 也就是說因為我的長度比是這麼多比1 所以如果我要讓它釘子起來1公分 我就要上升這麼多公分 這樣才能夠舉起來 所以要地球舉起1公分 我就要下壓6乘以10的22公分 去掉兩個0變公尺 去掉三個0變公里 所以有6乘以10的17公里 好 要壓那麼久 假設你用每一小時100公里去壓 你要壓6,849億年 地球到現在才大約150億年 你從地球開始到現在都壓不了 還得放N倍 假設你非常快 可以用光速 你也要6萬多年 6萬多年 你要往下 用光速前進壓了6萬多年之後 地球才會上來1公分 這才會上來1公分 所以 叫做理論上可行 實際上呢 不可行 不可行 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理論上可以 視力比成利 視力比成利 抗力比成利 抗力 但是呢 時間上是絕無可能的 這就是我們給各位的問題 OK嗎 可以